今年很特別 今年是天主教會在香港成立了180周年 即是說180年前天主教會在香港出現了 而今天也是很特別 今天是香港教區的75周年的靜日 即是說經過了這麼多年的一種教會成長 組織、人數各方面 所以在1946年的時間 教廷將教區甚至整個中國都提升了 由一個代目區成為教區 所以值得紀念的日子 而我們祭頭上都有一個畫像 是90年前主耶穌在波蘭顯現給一個聖女 現在是聖人佛天南 而這位修女將她所見到的耶穌 用畫師畫了出來 正如看到她的胸口有兩道光 血和水 還將耶穌基督將她的生命和我們分享 特別從神學裡面來講 是講聖體聖事和這個聖體聖事 特別留意下面有個說話 跟我們很有關係 就是主耶穌我信靠你 1931年的時間 全世界都是一個大蕭條的時間 那耶穌顯現是很有意思的 提醒要繼續信賴耶穌 同樣今天 無論全世界面對疫情 都有很多衝擊 各地都有很多不同的處境 所以不單止個人需要耶穌 是整個團體 全世界都需要繼續信賴耶穌 今天的第一篇讀經是中途大事錄 的核心思想告訴我們 中途他們為耶穌做了一個 強而有力的見證 所以他們的廣道是非常之有效果的 他們很勇敢 慷慨地為救主耶穌作證 他們不怕被恐嚇 被侮辱 甚至被暴力 大師仔阿納斯和蓋法 恐嚇他們 不准他們以耶穌的名義 講話和教導 但是伯多禄和若望回答他們說 聽從你們而不聽天主 在天主面前是否合理呢 你們自己評斷 因為我們不能不講我們所見 和所聞的事干 中途的說話之所以具有 強而偉大的影響力 不單止因為他們講話清楚 更重要 他們很有勇氣 為他們所宣講的真理 賦予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 不是奇蹟 而是他們團體 展示出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 表現一種特殊的特徵 就是他們一心一德 昨晚一刻呢 七點多這裡 為一個人呢 因為他今晚進醫院 明天做手術 都有危險性的 而這班唐家祖的弟兄姊妹 其他人呢 主動都有幾個家庭的人 帶上小朋友來 一起跟他祈禱 有些人做得很好 這些生活化的 大家互相支持 都是一種很重要的 一心一德的表現 希伯羅人和異教徒 他們質問 這種全新的奇特生活方式 究竟來源 的根源是什麼呢 中途他們異口同聲回答說 我們這種生活是因為基督復活了 真是 門徒他們見證之所以有力 因為為團體生活 他們展示出一種全新的面貌 大家可以互相分享 互相分擔 一種共融的生活態度 只有宣講和實踐出 互愛互助的團體生活 正能夠有力地見證 復活基督的臨在 最近台灣高鐵 出軌事故 養死了五十多人 以及都有二百多人受傷 在報道當中 兩位司機他們第一時間 見到工程車 第一個反應他們 雖然短短是四秒 他們立刻要殺停的車 連續出力殺停 按到最大聲 讓人知道 最後火車衝進這個隧道 而其中一位是教友來的 是叫江沛峰 他拼命地守住全車 到生命結束的一刻 他這種舍己為人的殉道精神 令人敬佩 這位江兄弟在台灣 這個樹林聖堂長大 他本人很乖 都怕醜 經常參加唐區的活動 是非常之公認的 好的青年 而他全家都是虔誠的教徒 而當這個出軌事件發生之後 當地的教會 亦都傾存力 去支援 和去關注 在這個聖心堂 在他們的面書上面 邀請信眾 一起為事故代討 請大家為江兄弟的靈魂 和家人祈禱 亦都為其他亡者 受傷者 他們的家人 和所有救難 和醫護人員代討 一位相信 復活主耶穌基督人 他堅守崗位 以基督的犧牲精神 拯救了很多人 免受死傷 同樣 教會團體 能夠以積極的支援 亦都可以說 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建席 今天我們聽的是《若望福音》 當若望寫作這個福音的時候 大概公元後的九十五年左右 而多脈中途其實已經殉道 已經死了很多年 所以首先 並不是若望要敗壞多脈的聲譽 而是它涉及到信仰的問題 因為當時基督徒團體當中 很多人表現出很懷疑的態度 為了回答他們的問題 若望就寫了這個故事 當時的信仰可以說 是屬於第三代的基督徒 他們沒有見過耶穌 很多人甚至都沒見過任何一個忠徒 所以進入這個信仰的情況困難 他們對很多事情都懷疑 大家都爭論 有什麼理由令到我們相信耶穌呢 我們是不是也都可能 獲得有關復活耶穌的直接經驗呢 有沒有關於祂仍然活著的證明呢 為什麼祂不再繼續顯現呢 這些問題 其實今天我們團體當中 可能有些人仍然會問的 而若望希望 希望告訴當時的祂的基督徒團體 也都包括了今天的我們 福活的耶穌所擁有的生命 不是我們人的感覺 所能夠捕捉到的 對於這種生命 我們的手不能夠觸碰 我們的眼不能夠看到 而只能夠通過信仰 這個同樣適宜於那些曾經親眼見過 復活耶穌的忠徒 門徒他們聚集在家裡 若望非常之清楚指出 耶穌來到門徒中間是主人 也都是每一個第八天 基督徒團體相聚 慶祝抹餅的時候 當信仲能夠聚集一齊的時候 復活的耶穌基督 顯現給他們 因此 凡是在主日 沒有參加基督徒團體聚會的人 即使他們自己祈禱 可能都會對天主有所認識 或者經驗 但是他們不能夠獲得 對復活耶穌的經驗 因為對於復活耶穌的體驗 是要在聚會當中 在基督徒團體裡面去獲得的 所以疫情的緣故呢 我們曾經有幾段時間 不能夠回來聖堂參加尼撒 為教有一個很大的損失 正如我們說海網上是參加到尼撒 但是好像差一點的 真的是差一點的 跟你實體參與尼撒是不同的 我們能夠經驗的復活基督在團體當中 教基斯特 李國雄神父 在前幾天復活節八日慶典 星期一早上 他在醫院安息主懷 他一天之前 即上星期日 中午的時間 湯舒基都去醫院 加勒實醫院探他 都有談有講 他那天都很開胃 那翌日的時間呢 主診醫生來跟他聊天探他 聊天下的時間呢 他低下頭 就像耶穌般教出靈魂 李神父他生前 服務香港真理學會四十多年 他主理教區的書籍出版工作 李神父很熱愛文字工作 在一九八零年代 應公教部的邀請 每個星期都撰寫專欄 他融合了天主教靈修 和中國文化 以後他也都結集了聖母軍的神師訓話 為三藩市華人教友 撰寫靈修文章 歷年來出版很多的靈修書籍 長年以文字福傳和培育教友 他肯定自己的職務 和在堂區服務的神父 是算途同歸 他說其實大家在意識上 沒有什麼大分別 只不過他將更多時間 放在文字之上 一位敬主愛人的李神父 一生堅守崗位 在晚年的時間 這幾年他的時期 星期六日夜晚 都在這裡聽告解 主日的時間 他都去到不同的教堂 協助主持彌撒 他的聖德 使人在禮儀當中 在修和盛事裡面 經驗復活的基督 今天的聖經 給我們兩個的喜訊 第一 中途他們耳口同聲說 我們這樣生活 是因為基督復活了 中途的見證 之所以有力 是因為團體生活 是全身的 這種共融的精神面貌 而只有宣告 以及要實踐出 互愛互助的團體生活 才能夠使到人 能夠看到 以及見證 復活的基督 救主慈悲的臨在 第二就說 凡在主日 不參加 離撒的人 即使自己會祈禱 可能都會對天主 有所體會 以及經驗 不過 不能夠獲得 對復活基督的經驗 因為 對於復活耶穌的體驗 是需要 在團體當中 來獲得的 因此定期 特別各位新教友 很重要的 定期每個主日 參加離撒 為我們教友 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復活的基督 祂更加派遣我們 要將這份團體的喜訊 救主慈悲的喜訊 要傳開去 因此 個人見證是重要的 不過團體共同的見證 是更加重要的 要能夠記得 在這個 慈悲耶穌的畫像 下面那兩句說話 成為了我們日後 個人的祈禱 短重的祈禱 無論我們在 遇到困難 逆境當中 特別 用這個祈禱 來去面對 就說 主耶穌 我信賴你 不單止我個人 我們團體 家庭 團體 主耶穌 我們信賴你 我們一起講 主耶穌 主耶穌 我們信賴你 似乎你 不停的祈禱 我們沒有 來吧 有 我們 去面對 全面對 去面對 我們 我們 需要